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 Hello Dickey Hello Esther,各位東周投資會的觀眾大家好 星期五四點半,Happy Friday 繼續和我們聊天 Happy Friday之餘,要預祝大家中秋節愉快 任何問題問我,可以做剛才Ester的動作 可以留意,可以問我們 這個時候先報一下 今天含指收報17369點,升了128點 成交今天是888億 一些重要資訊,包括市場衝頂美國下星期減息 今價再創新高,阿里創一年新高 那就交給Dickey說一下市況 首先想,我們上個星期 skip了一個星期 理論上就是最後一個打風停市 接下來非常快就會打風不停市 又想問一下Dickey 究竟這個措施推出之後 對港股刺激重大不大呢? 好,逐個問題回答吧 首先你說打風停市會不會是這次最後呢? 我也相信是 因為看一看日子,剩下10天 這個惡劣天氣下,即是八九十號風球 還有黑色培雨警告 不會有股票市場交易呢 就已經成為光虛,即是未來呢 很快10天之後就會有新的措施 惡劣天氣呢,無論多惡劣 股票市場一樣有交易 銀行不開沒關係 港家鎖一樣照開,股票一樣可以買賣 我相信應該不會無端端 10天裡面整個大氣旋變成一個 暫時不見有風吧 不要啦 我相信很肯定打風什麼 食積食麵、罐頭沙甸魚 不用開市的日子就成為過去 不過這樣,其實我也想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說 哇,你們做股票從業員 就賺命搏吧 八號風球 都要開車、坐車 沒有車 其實不是的 因為現在說惡劣天氣下 股票市場有正常交易 說的是電子交易 例如我這樣 我不需要離開家的 我不需要去辦公室 當然,尤其是我做研究部 就算做D0,做交易部 簡單來說,也不需要 所以一句說了 其實所有事情都會走得好 不過,對於一些小型的勸商 未必可以怎樣說 有VPN 有很多的交易系統 又要錄音 要記錄客戶的落盤 其實真的還有很多事情做 當然現在就是過渡期 都有很多措施幫小型的勸商 但我相信就是 慢慢都會令到從業員也好 一些中介的參與者 證券行也好 或者是銀行也好 雖然銀行不開 但他們也會有交易的 可以容許客戶進行互聯網交易 所以我相信 要一些時間去慢慢去揣摩和磨合 也我會預期著 下一個 無論是超強台風也好 又或者是熱帶氣旋也好 總之再打風 我相信在可以交易的情況之下 成交今晚都一定比較少一些 這個都是無用置疑 所以你說會打風 不停時會不會幫助到港交所的收入 會不會幫助到港交所的股價 我都可以很肯定後來告訴你 首先一年有多少個 所謂的熱帶風暴 強烈熱帶風暴 或者超強台風的吹正香港 大家有數得計 還有很多時候 大家又會說有些力強的 就是迷信那些人 總之交易時段就不會掛 現在當然天文台就很好的 預先說了學校不用上學 那些家長就不會太貧撲 那怎樣都是正面的 所以我會覺得 就逐樣逐樣 我會覺得這個安排 長遠來說就是好的 因為始終都可以無縫地銜接 繼續有交易 但是你說會不會帶來很大的成交金 我會覺得特別打風日子的成交金額 可能都會偏少 就是起碼銀行又不開 還有投資市場那個炒賣的氣氛 可能又會比較沒有那麼癡 還有也會留意就是說 當時如果你說成交低一些 但是波動性 會不會因為一些大盤 可能令到那個嗜好波動 那我想我們只可以在現在這些秒鐘 就繼續觀察著這個情況了 就是未來會不會真是 什麼時候會有第一次的 這個惡劣天氣之下而開市呢 說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發生這件事 所以政策就來了 23日之後 就不會再有打風停市的這個情況 好 那接著就應該要講一下市況 今天就高開了 然後之後呢 本身是升超過300點的 最後收窄了那些這樣 那就交給Dicky講一下市況 好啊 那今天都要升著來收 那還有呢 昨天也都行指都很努力的了 上回這個牛熊分界250天線 為什麼我會用很努力來形容呢 因為其實在講外圍股市呢 其實過去一個多星期都很波動 那波動過後呢 美股呢都反覆回升了 那我們的港股呢 都同樣呢 叫做止跌 也都曾經有兩三個交易天呢 在250天線之下 但是星期尾 星期四五呢 上得回來 今天還有一些升幅 那我想啦幾樣東西啦 第一就是說 接下來其實數數好手指 一個禮拜之後 聯儲局就會又 就是舉行這個九月份議息 那當然了 那但是現在因為看完 剛剛過去那兩三天 那些經濟數據 例如CPI啊 BPI啊 都會見到呢 明顯地呢 就是美國的通貨膨脹呢 不是沒有的 就是仍然有通脹 甚至乎那核心的消費物價 和這個生產物價指數呢 按月的升幅呢 都比市場預期略高 那所以再加上之前的經濟數據呢 就令到市場都 相信我之前的認為的情況啦 就是應該大家 東周投資會的觀眾都記得我都講過 我不覺得九月份會減半厘咯 那我就已經講過 那現在看來呢 就我的估計呢 應該那個 就是那個 成為事實的機會率都很高 就是看來現在這一秒鐘呢 就真的可能九月份只是減四分一而已 不過問題是這樣 講這個會後的聲明 鮑威爾在記者會裡面的言論 哇 他的卡關搞框眼鏡 他的那個態度 他每一句說話 有沒有那些啟示 那這個就是關鍵 因為 到現在大家都開始會評估就是說 美國的經濟放慢的情況 是有個加速的情形 還有也都講 譬如歐洲央行剛剛就日前二息啦 那也都一如預期就減了25個點子啦 就是簡單地說 已經開展了減息週期 減了兩次減了半厘 加拿大央行減了三次75個點子 美國還沒有動手的 那所以呢 九月份開始減了之後呢 現在普遍市場都會認為 去到年底呢 聯儲局累積的減息的幅度呢 75個點子呢 是基本盤 可能可以減到一厘 甚至乎有些說法極端一些 就是如果那個經濟軟差的情況 是比較明顯的時間呢 可以再大都闊敷一些去減息 因為呢其實可以參考就是 歐洲央行組的拉加德 那他剛剛呢其實都發表了一些言論 那他就是對於現在呢 央行減息之後 究竟現在 未來貨幣政策何去何去 那拉加德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沒有為一個減息時間 去定下一個路線圖 而意思就是說 需要減的時間就會減 甚至乎需要大幅一點去減的時間 就會大幅一點去減 那所以呢其實也都說到給市場聽呢 就是說可以比較審時度小一點 那還有就是見得到 譬如說歐洲的 純粹說譬如說GDP的增長啊 真的有些壓力的 所以無論加拿大好 歐洲好 即是就業市場也都轉差 所以所謂的減息呢 是真的 就是我都真的認為是 是少許是刻不容緩的 而聯儲局現在這一秒鐘呢 都是的 因為大家看回之前的就業數據 非農業就業的增長啊 職位空缺啊 ADP的私人就業市場啊 都真的見到 真是有個明顯地是轉弱了的 不要再說譬如過去這幾星期 大家都可能會聽到一些很大型的公司 有傳出一些裁員的行徑啊 科網的也有 有投行的也都有 那所以我都會覺得 現在這一刻呢 都不是未遇到籌謀的了 現在這一刻呢 就是減息呢 都是非常之必須 那所以今天來講 或者這段時間 我們港股都有少許受惠的 因為畢竟 美國只要啟動減息周期 那Hyper也都下來了 那再加上呢 去到年底 如果你說最優惠的 都會下調的時間呢 那這個怎樣也好呢 我們香港各行各業 甚至乎对中產 正在供樓的朋友子 包括我自己 都有一些幫助了 喂 現在每人都供各地 封頂上限 那ents於AP Muito lie 你們安排一下 Charlotte 每一個月供少一些 那一件事就開心一點 花錢就梗梓梓梓梓梓梓梓 然後有讀者問了一個本來都打算準備問的問題 就是9988 也是這段時間的焦點 在北水掃阿里 之後呢 都算是現在站在過去一年差不多的高位 接近高位了 所以大家就 讀者都問了是不是可以繼續追貨呢 上網有多少呢 好 講到阿里都是我過去一個星期在報章專欄的推介 甚至乎這幾天我自己做訪問 或者做自己YouTube直播接受記者提問 我都講一個很關鍵的一點 就是說在現在這一刻我會預期著一下 就是由今天開始計算一下 我相信起碼未來一個多兩個星期 繼續這個港股通 港北水 阿里巴巴這隻過股身上都仍然是會錄得淨流入的 當然金銀不會好像第一天 哇 買了 可以買得了 那天就瘋狂了 你看看阿里 當天的成交金額差不多是騰訊三倍那麼多 那不可能的了 現在就落回來了 成交金額大家看看今天也會看到 但是仍然是維持著一個正流入的趨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過去買了阿里巴巴的投資者 客觀的事實就是 你有都是這兩天的事而已 但是跟其他騰訊那些不同的 那些是進去很久的了 所以有些投資者可能減持增持 但是阿里整體來說 我都會覺得仍然是處於一個正流的狀態 可能維持到長一些時間的 比如說舉個比喻 好像我今天在星島日報的專欄都有寫到 就是說在現在這一刻 如果我們要給一些北水 在過往內地投資者 可以通過互聯互通經濟買到的個股 包括騰訊 那其實北水的持股是高達10%的 而美團和小米更加超過13% 和接近14%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北水在這些過股的持股比例 就是如果阿里是可以跟剛才我提及的三滴局股 不要說超越啦 差不多都夠了 就是說如果最終阿里的總流通的發行的股數 是有接近一成都是北水投資者買的 就是說他們還有一段時間買的 還有不僅如此 好像過去我都經常說這幾個星期 就是說科網類的股份我會看好一點 大家應該都記得我在這幾個星期都有這個看法 原始於除了他們的業績以外 當然業績譬如說騰訊好 然後美團也好 然後再有評級機構 就是將他信貸評級再調高 很多這些消息 阿里就是中規中矩 但是有一件事是不變的 就是我都說了好一段日子 就是回購 他們的回購力度大到 你看一下隨便看一看騰訊 哇又買10億啊 10億啊 一個交易日 就是不要當他沒有力才行 10億10億這樣賣 就是現在就只不過是未發現到 就是他們回購對於金融市場那個 或者對於他的股價 甚至對於長遠的股值提升的作用 大家還未覺得的 現在就覺得 他都是好像港股一樣都是弱弱的 起碼出來回購頂住先啦 用一個頂住先的心態去理解 但是如果你說阿里 一 北水又會繼續流入 淨流入 起碼都再有一兩個星期 跟著回購從來都沒有停過 力度非常大 也不止很多方網股 都有很大的力度的回購 所以這個回購的因素 正正過去一個月都說的一個概念 就是 只是這個因素已經可以進一步推高 相關這些方網股的股價 和提升他們去一個相對合理高一些估值 因為現在這一秒鐘 坦白說他們的估值都仍然很低殘 所以如果你問我 雖然阿里也有些超賣的 現在這一秒鐘 但是如果你說 入了港股通都幾天了 如果你說在未來下星期 有一點點回吐 不要說多了 下回二天線左右 我覺得已經可能要回頭了 因為客觀的事實就是 這段時間都仍然可以看過一線 好 問完阿里又想問一下美團 因為美團算是 是科技股來說 過去這個月來說都挺標籤的 想問一下美團 這個時候有些什麼要留意呢 是 剛才也說了 除了回購的因素之外 業績因素都是一個關鍵 剛才也提了一點 就是評級機構 也提了 將它的評級上調 還有講基本面 講美團之前的成績表 都是真的挺好的 跟京東也是一樣的 因為大家本來會覺得 送餐那些 當然是增長的 但是不會說很厲害 但是現在看到 送餐以外的這些服務 譬如說 尤其是旅遊相關的一些 總之通過它的應用程式 去預訂的一些服務 其實都仍然有一個挺好的增長 所以我也會覺得 當然這間公司的估值不是低 估值也高 但是起碼剛才也提及過幾個因素 在科網行業裏面 第一 估值也仍然吸引 有回購的因素 再加上有業績的好表現 再加上有評級機構 有一個好的看法 大家可以捉住剛才我講的幾樣東西 這隻有哪幾樣 這隻四樣都有 當然可以先看高一線 所以在目前這一刻 我都會覺得 不單止是 只是阿里巴巴的 就算美團也可望 有機會繼續跑贏大使 然後有讀者就問到1299 有邦 看看有邦今天股價如何 今天是收穫54.8毫 還沒跌了少過1% 就問接下來會不會 保持了勢呢 上網多少呢 是 我覺得現價來說 明顯地低位都反彈了不少 還有說之前公佈的業績 其實都相當理想的 如果你說在雲雲眾多環球 就是國際性的保險股來說 如果你純粹說他們的 無論是新業務的表現 又或者在現在這個 利息的環境之下 甚至乎現在的全球 都有機會進入一個 所謂的減息週期 包括可能是一些 定息的一些產品的回報率 沒有之前一兩年那麼好 對於保險的行業來說 反過來可能是一個 比較正面一點的環境 因為在過往一些很高息的環境 或者很輕易定的存款 都已經有五厘息的時間 一些相對保守 和低風險的產品的需求 可能會比較低 而且也看到他們 除了在香港之外 亞洲地區的業務的增長 就是申補費的收入 都是有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我都會覺得 近期來說 都叫做好很多 我都相信 仍然都有反彈的空間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在這裡 與足Dicky 還有各位讀者 中秋節與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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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